消防署为了让民众可以更加了解紧急救护和基本的急救术 特别举办了紧急救护四个漫画争选活动 拿出丰厚奖金,邀请民众一起来发挥创意 也希望届时减少不必要的救护案件 让民众可以更加珍惜宝贵的救护资源 消防署为了要推广民众们对于紧急伤病患的初判 以及基本救命术 减少不必要的救护案件 浪费社会宝贵的紧急救护资源 特别办理了紧急救护四个漫画创意争选活动 邀请民众以及机关团体一起来共享盛举 消防署也寄出了丰厚的奖金以及行政奖励 吸引有兴趣的民众报名参加 这次活动分为团体组及个人组 团体组是由消防局参加 个人组的部分就是开放给社会大众 及学校学生都可以参加 团体组的部分就是自己消防同仁的话 就是给予行政奖励 个人组的部分取前六名 总奖金有六万一千元 台东的地理限制以及资源相当有限 科长也邀请台东的乡亲们 透过参与这个活动 对急救资源有更多的了解 台东的地形 狭场辽阔 而且大医院都集中在市区 希望能够借由这一次的活动 让我们的台东县民 能够更珍惜台东县的紧急救护资源 消防署推出的紧急救护四个漫画的真雄活动 从即日起到今年五月底为止 六月一号开始进行网络投票 有兴趣的民众们不妨试试看当个奖金猎人 秀出你的创意吧 记转其轮 台东市报道